给予自己和他人一个崭新的开始 塞库鲁说 当你和同样的人近距离相处一段时间后 慢慢的你会了解有关他们的一切 你会看到他们美丽的时候 生气的时候 大度的时候 或者小气的时候 每个人的剧情都在你面前展开 你知道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因此你可能变得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惩戒 随着丰收节的到来 这是一年中你可以烧掉陈旧包袱的时候 此时太阳正从南行转为北行 而我们也从修持阶段进入到收获阶段 如果你想收获 首先你要隔下庄稼 无论你对他人对自己有着怎样的看法和评判 现在是时候放下了 每个人都有着绽放成美丽存在的可能 你的看法 评判和偏见越多 你离那个可能性就越远 允许自己以及每一个人 一个全新的开始 在Ramayana中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起先很多不幸的事发生在Rama的生命中 他被自己的王国所欺骗 被迫顿入丛林 过着艰难的生活 之后他的妻子被Ramayana绑架 出于对妻子的爱和关怀 他一路南下并集结军队 穿越斯里兰卡发动战争 最终打败并杀死了Ramayana 如你所知 Ramayana有十个头 Rama必须砍掉这十个头 才能彻底杀死Ramayana 当战争取得胜利 Rama说 我要去喜马拉雅山忏悔 因为我犯了一个大罪 我杀死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虚巴信徒 一名杰出的学者 一位伟大的国王 一个慷慨的人 在场的人都很震惊 他的兄弟 Lakshmana说 你在说什么 他可是绑架了你的妻子 但Rama却说道 在他的十个头中 有一个头充满了智慧 虔诚和奉献 我后悔砍下那个头 每一个人都有着十个或十个以上的头 有一天你的头被贪婪所充满 另一天 则被嫉妒 怨恨 爱 欲望 美丽或丑陋 所充满 或者你在一天之内 就经历 所有这一切 如果你看到 某人有一刻 是充满嫉妒的 你就断定他是一个善妒的人 如果你看到某人 有一刻是充满贪婪的 你就断定他是一个贪婪的人 但实际上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 都有着不同的头在作用 每个人都有至少一个充满爱 美丽 欢容 或慈悲的头 人们的错误在于 不去看到一个人的闪光之处 而是去谴责他人 Rama所要表达的是 无论Ravana做了多么不堪的事 他始终有一个面相 蕴藏着巨大可能性 遵循这个根本原则 如果你觉得某人哪里做得不对 谴责那个错误 而非那个人 如果你将这一智慧 带入你的生命中 你会从束缚中解脱 当你这样对待他人时 他人也会这样待你 有人曾说 爱发生在彼此不了解的男女间 如果你过的是一种肤浅 而充满评判的生活 毫无智慧的生活 那么此言不虚 否则你越了解一个人 就应该对他有越多的爱和慈悲 当你了解他们内心所有的挣扎 你就知道他们也是人 和你并无不同 Rama为杀掉一个人而忏悔 即使那个人绑架了他的妻子 并做出过很多可怕的事 他认出了Ravana十个头中的 那个美丽的头 这是个充满了伟大智慧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为世人所敬奉 他在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失败了 但他的失败 不曾改变他的智慧和品质 无论生活如何待他 他始终超然无外 我想让你在这一整年里 都能记得Rama的例子 如果你能足够敏锐地 认出一个人的品质 而非谴责那个人 在上诗满月节到来 以及派阳转为南行之前 你将收获满满 一株玫瑰花的刺比花多 但我们仍称其为玫瑰花 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美 一棵芒果树的叶子比果实多 但我们仍叫它为芒果树 因为我们认识到了果实的甜 每个人的内在都有着至少一丝的美好 我们为何不去看到 请对你周围的每一个人这样做 试着在你认为很讨厌的人身上 认出那一丝美好 只有当你在他人身上认出这一点 它才能从你的内在映照出来 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他人身上看到不好的一面 这不好的一面 就会从你的内在映照出来 这并不是说 你应该屏蔽掉一切 你看到芒果树上的叶子 看到玫瑰花丛的刺 但你依然认识到他们的果实和花朵 这就是你所需做的一切 让我们使之发生